达尔文说进化论主宰这个世界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其实进化无处不在 无论是社会文化科技到我们喜欢的游戏都在进化之中 特别是动作游戏 想当年从游戏机房到电脑单机 动作游戏是我们放学之后最爽的娱乐 你懂的 早期的动作游戏是2D世界 我们都还记得那些经典 比如双节龙和恶魔城等等 从这里开始玩家们有了最基本的动作体验 比如跳跃 躲闪 还有简单的招式 那么虽然今天看来 它们已经古老的像单细胞生物 但的确依然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快乐 在90年代末 配合技术革新 游戏界产生了第一次基因突变 来到了2D格斗时代 适者生存 动作体验 拉开了新的篇章 我闪 加油 2D格斗时代大幅度提升了动作的可玩性 加入了动作的判定防御 连击等动作设定 动作的体验呢 已经大大丰富 但是我们总希望游戏能给我们带来更加真实的动作体验 动作的进化 永不止息 来到21世纪 游戏基因再次变 产生了各种这样 二秒体 D的 H游戏和网络游戏 视角的转换加强了真实感和代入感 动作体验仍然有着各种不真实的设定 比如 鼠标锁定下的战装打 天哪 难道动作游戏就不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实感的动作体验吗 我们要的是你真的3D视角 要的是真实的动作啊 寻求产生突变 一时再次进化 来到了3D动作时代 真实的3D视角给玩家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一款优秀的3D动作游戏有着卓越的可玩性 无所定的自由走位 真实的格挡闪力 还有各种酷爽连招 什么 什么是连招啊 连招就是 这个世代的动作体验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真实感和爽快感 现在一款代表着当今尖端水平的3D网游也来到了我们身边 即将开启全新的3D动作机缘 你准备好了吗 动作是时候进化了